二胎政策的放开,让很多家庭都添加了新的成员 这个时候原来的普通轿车已经不能满足家庭的需求 而七座车就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选择 目前被广为人知的七座车就是SUV 而SUV也一直不负众望 而作为另外一种七座车 MPV目前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我国比较有名的MPV品牌 主要有50红光,宝镜730,SOMAX等 面对这样的局势 作为我国经典的汽车品牌 江淮也推出了自己的MPV 比SOMAX还漂亮 这里说的就是新上市的瑞丰R3 R3的前价格非常夸张 与两侧的犀利大灯完美组合 并采用了多横幅式镀铬射条进行填充 看起来非常的霸气 其侧面采用了硬朗的线条 加入镀铬元素 既给人一种稳重感又给人一种硬汉的气质 车的尾部使用了多线条设计 让人感到分明的层次感 在车厢内部采用了整体偏黑的色调 搭配了真皮座椅 充满了商务气息 其中控系统采用了悬浮式液晶显示屏 科技感十分强烈 在动力方面 采用了HFC 4GB 3.3D型的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高功率达到88千瓦 峰坠扭律达到155牛米 可以说R3这样的配置 已经可以媲美50万的MPV了 甚至比别克GL8还要上档次 据了解目前瑞峰R3的售价仅仅是5万几 相较于其他车型可以说是相当亲民的 面对这样的配置 瑞峰R3的市场竞争力明显更大 对其他的国产MPV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相信瑞峰R3 可以凭借其优秀的性价比 逐渐成为广大消费者的最爱 不断开创新的销售佳机 也希望江淮公司可以继续发挥起 老一辈汽车品牌的优势 不断地推陈出新 成为国产MPV的领导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